世界衛生組織今年7月的全球定點監測流感陽性比率顯示 流感個案比率超過了新冠肺炎 出現黃金交叉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星期二在電台節目說 隨著各國社會復常 冬季流感個案恢復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老人家、小朋友和出去旅遊的市民 應該在12月高峰期前打流感針 我相信流感不會多很多 可能會有一些個案就多了 這些多數個個案主要就是 因為你去外邊旅遊 你旅遊在當地人家不戴口罩 在那個地方 你就會有機會感染流感 所以如果你是短期之內 又計劃去日本、南韓、其他中南亞地方 這些香港人 你出發之前就最好打了流感針 你不打流感針 你去到那裡說你旅行中 病了你說多沒人 如果是高風險人士、兒童、老人家 那你尤其是過往那一、兩年 如果是完全沒有打過流感疫苗的話 這些人士都應該接種 何柏良又說 經疫苗接種和天然感染 本地防重症屏障已經多穩固 政府應該考慮鬆綁每台人數 量體溫等針對表列處所的營業限制 不過口罩令、食肆通風要求 疫苗通行證和室內人多聚會前 應該要快測的要求 他就認為有需要保留